好 今天的分享的标题就是 科技变革与美股投资 这个差不多我是在 就刚刚山姆说的 2021年的时候 2021年底的时候 开始来做这个直播的 然后最开始写文章 做美股投资 也是2021年开始 其实2020年就在 做了一些投资 然后所有的东西 也是对我这过去的 两三年的一个总结 然后关于投资的 我会有一些非常诚恳的分享 前面先讲科技变革 这个里面大概会分成几点 我快速了 第一个就是分成这五个部分 今天的分享 就是新一轮革命的起点 就这一次技术革命 我待会会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是技术革命的新起点 这一轮 然后第二次就是科技恒大 大家也看得到 去年纳斯达克已经涨风了 而且主要是大科技公司 叫Mega7 这七大在上涨 然后第三个 质变时代 这个也是2023年发生的事情 就是从2022年底 加GPT出现 然后2023年 整个大语言模型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这个是怎么说呢 我经历过 第一次互联网 我们经历过web100 经历过web200 经历过无线互联网 还有之前的web3 那些crypto 都没有这一次变革 智能变革来的彻底和深刻 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可能会超越那一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变革机会 对吧 就是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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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开始的那一次变革 然后第四个就是关于美股投资的一些趋势 就是一些分析吧 然后未来的这个十年走势是什么 关于美股美股或者科技的趋势是什么 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投资心得了 对吧 嗯 差不多差不多是五点 嗯 然后呢 从从第一点开始 我们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时代 我记得这是我在2021年2月份写的一篇文章 三一二三 正好正好三年前 正好三年前 要疫情的第一年 2021年2月份当时写的文章 未来以来 其实我后面会做准备的影片叫未来以来 嗯这个当时是这很有名 泰勒欧门 那个泰勒 这个泰勒抗本 这一个经济学家吧 他他在2010年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大情志时代 2010年左右 这个差不多十年前 十几年前吧 他写了整个人类科技大情志了 就没有从进步 然后呢 他发的这篇文章是2022年11月份20号发的 这个图我当时是写在我自己的文章里面截图的 嗯就是他说现在我们新的变革开始了 就在一年里面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当时是三年前啊 快四年了 对回顾一下M1疫苗 然后苹果的M1芯片 然后火箭回收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GPT3啊 我们都研究过了 GPT3已经出现了 当时还没有还要一年多才有GPT3.5 GPT3已经是很厉害了 然后呢 一大堆的这个SARS公司 AI公司 生物科技公司上市 然后Vcover 当时因为这个疫情爆发 美股暴跌 然后很快恢复了 因为大放水 然后电动车 还有Crypto 对 去中间化变成主流 这个是当时的一篇文章 我把它分享出来的 对 就是大停滞结束了 2021年 2020年底的时候 因为疫情 加速了这个科技发展 那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时刻呢 这是一张来自于ARK ARK Invest的 今年最新的这篇文章里面 Big Idea 2020 它每年都会有一篇这个历史性的科技革命的图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啊 这个一直可以回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 就是200多年以前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任工业革命 对这个人类的这个GDP的增长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哪一次最大 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是2020年之后的这一次革命 这一次革命主要说还是AI革命 AI革命 AI革命通过他们预测到2030年的增速 会超过前面所有的 对GDP的贡献 会超过前面所有的革命 包括超过我们过去的这个这个Internet的革命 超过PC时代的 对 然后超过第二次工业革命 就电力革命 对 超过铁路革命和蒸汽机革命 对 超过所有的革命 而且这一次的这次是所有的几种不同科技的融合 有AI作为催化剂 对吧 它会导致什么机器人技术啊 生物科技技术啊 还有一些火箭技术啊 新的制造技术啊 金融技术同时变革 所以说紫色的部分是AI啊 是最大的一部分 对 这个我们正在进入到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这个时刻是从2020年开始的 2020年GBT3出现就开始了 当然那个低谷是下去的 然后呢 就普通人大众知道的时间是在2022年底的时候 GBT3.5 就现在GBT出现的时候 才意识到AI的重要性 其实2020年之后 AI已经很重要了 那个时候就有大量的创业控制出现 包括那些写作的那些什么东西 非常多的 可能在这个中国这边还是不多 在北美这边有了英文写作的这些产品 OK 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个历史性的科技革命的时刻 它将在未来10年给我们带来GDP的暴增 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几次工业革命的这个 叫做什么 这个不同技术的这个采纳程度 这第二次工业革命 我们回归回推到 多少年以前 回推到差不多100多年以前 就是整个第二次工业革命花了60年时间 做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就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工业产品都基本上80%左右 采用了电力了 对 在1960年代完成了革命 对 这是其实到那个时候美国的化工产业 快速消费品产业 二战之后 完成了电力的采用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是电机 电动电动电机 还有一些通讯电力的 就电导致的动力和通讯系统 然后再看最近的一次 我们经历过的这一次 就是上一次电力革命 已经是我们上一代 我们爷爷了一代了 对 然后可能都不止了 这真爷爷了一代 然后信息革命 准确定信息革命是从哪一年开始 应该是从互联网诞生开始的 就是80年代 80年代开始的 差不多我们通过了 到大众普及互联网的时候 应该是iPhone诞生的 就是iPhone移动互联网诞生 才让互联网真正普及的 对 是iPhone浪起 iPhone浪起 就像是人工 GPT就是AI时代的 iPhone时刻 这是以前黄老板说的 Jason黄 对 我们现在正处于 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尾身时刻 对 基本上我们能复盖的应用 都被移动互联网覆盖了 我们看不到 大家玩的游戏 刺听的 交易的 所有做的日常的工作 特别是在中国 应该会更普及一些 对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黄线 而且现在这个互联网 网速已经是极大普及了 我们现在不可能说 全球有很多地方 低速上网 现在基本上 在再穷的地方 都通常宽带了 对吧 在世界上 对 除非有的地方宽带覆盖不了 那只能靠卫星通讯了 对 但是这个黄线增长最快的 就是互联网的带宽 对 互联网已经100% 基本上80%多的渗透了 这个高处 高处互联网 然后其他电子产品 渗透也很高 我们现在正处于 移动互联网的尾声 OK 那么第三次是什么 叫智能革命 这次革命 我们来补充一下 这所有的三张图 是来自于Morgan Stanley Research Our World In Data 这个组织里面的数据 然后通过 OpeningElement 重新整理的 第三个是智能革命 智能革命 就是才刚开始 我们看到这第一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 前面十年 大家可能都没什么感知 前面十年 就是那些很基础 很基础 很基础的工作 那些什么模型 那些什么算法 还有整个算力的提升 然后我们真正迎来的 智能革命的iPhone时刻 实际上GPT诞生 这边有图上面有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GPT4 包括后面的GPT4诞生 大众接受到了 我们看到MG画图 是吧 看到好多好多 2023年就是陆续出现了 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有赖于 前面的这个算力的提升 才有了后面 所有的东西提升 后面可以来分享一下 我们才刚刚开始智能革命 头十年 这个路估计也要走 二十年三十年到四十年左右 可能会没那么久 对 我们可能走了三十年左右的时候 结果到下一任革命了 对 OK 那么相当于2023年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023年实际上 影响人类社会的 我再回顾一下 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三大要素全部齐齐了 三大加速 一个是科技 科技加速 大家能看得到的 智能的智能化 然后第二个是经济 经济相当于是 我们应该的最大的通胀 2023年 当然美国在权力控制通胀 这是最大的一次通胀 这几十年 差不多三四十年左右 最大的一次通胀 然后债务周期 然后很多众向于银行破产的 但是幸运的是 就是美联储把这次通胀给控制住了 美国也没有进入经济去帅配 可能会有接下来会有一点微弱的影响 但是整体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就整个金融系统比以前要稳定多了 对 大银行 对 或者美联储对经济的控制 是经济 然后第三是政治 政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战争 这个当然 是2023年开始的 但是2023年还在继续 2023年还有另外一次战争 就是巴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 就是赢了本人叫巴勒斯坦 叫打加沙组织 加沙地区的 然后各国元首相继去俄乌双方首都拜访 新的二元世界格局 正在形成 2023年 对 已经形成了二元世界 然后科技可能会成为这一次矛盾的解药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很明显科技要按照政治和经济保持排队 科技要选选选面战 对 现在 现在我们要到了这个时代了 之前可能在过去的30年 人类世界大逢的时候 科技不会选面战的 科技是全球渗透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科技要先做生意和做科学交流的时候 要先看各自价值观 然后世界二元化 这是2023年最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处于什么时代呢 我们前面讲的工业 我们现在正在处于智能革命的初期 然后我们处于这个三次加速经济 政治和科技加速的这个2023 我们刚刚度过这一年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现在是处于新的多极化事件 对 这个是来自于一个去年的时候 TEL上的一个演讲 美国的一个 一个叫做政治经济学家分享的 对 这四张图其实很清晰的能看到 我觉得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能看到这个多元格局 第一个 军事上单极 美国和盟友主导全球 单极化的军事 然后经济上是多极 其实在过去的冷战时期 经济上是双极的 主要是美国和苏联 但是现在经过全球化之后呢 经济完全多极了 就是各种各样贸易联盟形成了 中美啊 然后欧盟啊 印度啊 日本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颜色不一样的 它有经济区 然后呢科技上是双极的 对 科技新冷战 选民战开始了 对 双极的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联盟和其他联盟 然后这个里面会形成数字化的全球秩序 我们会从2022年之后也看得到的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会继续扩大 因为一些封锁 因为一些限制 因为一些制裁 数字鸿沟会越来越大 对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说我们在科技上和数字化上是双极化的社会 经济上是多极化的 军事上是单极化的 所以说我们一个新的多极化的世界正在形成 在2020年之后 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贸易战之后了 对 那个刚开始 只是说2022年之后呢 疫情之后呢 这个已经非常清晰了 现在白灯政府 白灯政府推得很迅速 这个东西 OK 那么 再补充一下 这里面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什么时期 可能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这个是 不管 维基百科上查的 对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冷战时期 叫AI Cold War 然后这个是什么产生的呢 这个是由美国的一个法案产生的 就是 Endless Frontier Act 叫做无尽全员法案 无尽全员法案是2021年 就是颁布的 对 然后 最早的 第一版的无尽全员法案 是二战之后的 美国通过这个法案 帮助了很多欧洲的国家的复兴 而且推动了自己国家科技的进步 包括什么 DARPA 美国的国防部 还有很多科研组织 都是在这个法案下成立的 所以说美国两党 寄希望于 新一轮的 Endless Frontier 第二轮的 这个无尽全员法案 推动 以巩固美国的 这个世界的领导 对 它巩固 对 防止挑战 然后呢 这边由这个法案 引伸到了2011年 正式通过了 叫做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 你跟大家听说过 USICA 对 然后呢 后面就形成了 这个新一轮的 在2022年 年中的时候 修订了这一轮法案 叫CHIPS 和Science Act 就是芯片法案和科学法案 然后呢 美国政府的 所有的这一系列的 制裁行为 对于他们认为敌对国家 或者说是应该被限制国家的 这些限制行为 都是有这个法案 这一系列法案产生的 因为他们要 要遵纪手法 对 我们政府要按照 这个国会的立法来行动 只有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所有的制裁 而且有可能还会升级在2024年 我们可以看到新一步的进一步的行动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AI Cold War 或者叫科技冷战 对很清楚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想去了解一下 他们到底怎么限制的 想做什么事情 可以去研读一下这个法案 全是公开的 在白宫或者美国国会的网站上都有 最后如果有实用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用产品给大家解读一下 好 OK 来第二个话题 我们前面先第一部分讲到了 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科技革命 然后世界的多元化 然后同时的 我们处于一个科技冷战的一个阶段 这是至少我们从我能够感知到的 在北美这边生活能够感知到的 从媒体和舆论上面能够感知到的 这样一个情况 第二个呢 Tech is going to get much bigger 就是科技恒大 恒大 不是这个恒大的恒大 不是地产公司 就是科技的公司 就是我们叫Mega7永远永远巨大 而且和越来越强大 好 这一小节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看法 我们还是回归到前面 Arc的那张图上去 我找了另外一张图 这个是Bloomberg Cost Opinion上面 一张 他们更新的一张图 这个图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我们处于后工业革命时代 信息是新的石油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有证据的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样的产业 在股市之中占的板块最高 最之前 可能在200年前 地产和石油占下美国 正好是美国的拓荒阶段 美国在全国修铁路 然后到处扩地 然后搞地产 然后这个事情应该在中国 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 中国真正完了美国200年 对 地产和金融的扩张 然后之后 就是美国在大建交通 Transportation 修他们的公路 全美国的高速公路 基本上100多年前就好了 对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很成就了 然后紫色的这部分 就是Transportation 主要是包括了高公路和汽车 福特那些 叫第2次工业革命 电网这些东西 然后第2次工业革命 紧跟着蓝色的这部分 能源和金属 这个是液晶 然后后面念金属 化工这些东西 这个是 到前面一个是蒸汽机革命 后面不叫铁路革命 后面才叫第2次工业革命 第2次工业能源 叫电能 然后再往后面走 看到了绿色的地方 就开始进入了信息革命 从1960年之后开始的 美国发明了互联网之后 发明了大型主机 个人电脑 互联网 然后移动互联网 一直到现在 对吧 就在现在来说 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到 慢慢的来看 石油公司已经退居二位了 现在全球科技排行榜上 只剩科技公司 对 成功交替了 我们花了200点时间 这科技 信息产业成功的交替了能源 石油产业 对 然后我们正好从原子 过渡到了数字时代 正在往这个方向过渡 就是脱石向虚 人类正在脱石向虚 我们看到信息时代 这红色圈的地方 叫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 对 我们慢慢摆脱了 这些的重工业 石油 重能源 那些东西 金属 野精 然后变到了 更加新的保洁能 环保的电力时代 新的电力 微电子时代 OK 这个是一个变化 信息为什么是新的石油 从图上看得非常清楚 OK 软件正在吞噬世界 我正在拿了一个例子 就对应前面这张图的 前面这张图 我们能看到过去的1960年代 最值钱的公司 大型主机公司 那个时候最简单的公司 1960年代就是IBM 然后还有通用摩托 通用汽车 你可以看得到和当时的市值 和当时的流行东西是一样的 然后一直演变到2023年 上面全部都是软件公司了 其实苹果也是软件公司 对吧 微软 谷歌 亚马逊 NVIDIA Meta 包括Tesla 其实它也是软件公司 包括后面的金融公司 包括伯克希尔 哈萨维 因为它50%的股票都是苹果的 其实2023年之后 基本上我们会从一个 能源 金融 还有电信 这三种行业 至少在每一股上面 已经全部转变成了软件公司 所以软件吞噬世界 我们从能源 金融 硬件 转变成了软件 就从复制 原子 到变成了复制 比特的公司 就软件是 这是人类数字化的核心 它是现实世界的杠杆 它可以 把比特转化出来解决 实际应用来解决复杂问题 它就是 其实加上AI之后 它就最接近魔法的东西了 这一句话 是我在2022年 年中写的一篇文章 叫数字重塑人生 我现在来回应一下 这篇文章 它写的挺超前的 对 但是当时还没有下来GPT 其实已经提到了这些东西了 OK 在这篇文章里面 写到这次过渡 我们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趋势不可立了 我们往 从原子世界 我们人类往虚理化的 就拖时向虚 已经不可立了 对 我们接下来会 越来越快 这个速度 那么 所以说 这个我当时好像 我去年之前有个分享 对 我们配了一张图 这个是真正的 Digital全世界 真数字化转型 从原子的 从从这个 我们正在从一个原子的稀缺经济 转变成一个比特的富足经济时代 一代原子的稀缺经济 当时做什么都很贵 是吧 干什么生产都很贵 然后现在复制比特特别便宜了 对吧 现在这些软件公司 为什么利润特别高 因为他们只用拷贝就好了 所以说像Google 他们的员工特别闲的 大部分都是 每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而已 但是一样很赚钱 对吧 所以复制比特是非常富足的 如果说AI极度繁荣之后 就像OpenAI的CEO Sam Altman 投资WorldCoin 是吧 这两天涨疯了 涨了四倍 对吧 因为Sora出现了 对 他的公司 就做WorldCoin 给大家每个人 发 Th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的公司 币币已经涨疯了 对 其实如果AI会让 这个复制比特更加富足 我们会进入到 富足经济时代 那么在这个时代 就几个意义 就是AI代表什么 人类知识的数字化 Crypto代表身份资产的数字化 Metaverse代表物理世界的数字化 我们即将的 迎接着三个数字化 围绕了我们身边 当然前面两个都泡沫过 对 Metaverse和Crypto AI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过 我觉得想产生泡沫的时间 还很长 还很长 这一轮的变革意义很深远 不会让我们快泡沫的 好吧 我们正在经历新的 这个真正的数字化转型 那么在这一次 数字化转型里面 其实有三个东西 这是我在 在去年年底的 那个年终分享里面 我讲过 对 有三个东西 会让我们的成本 生产成本去运零 就是大家的这个 接近 因为现在为什么在原子 实在生产成本很高 做什么东西都很贵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新的能源 电能 就是我们用微电子控制的电能 是吧 然后还有智能 的AI 然后第三个就是灵活性 灵活性更多的叫做自动化 或者机器人 会让我们大量的生产 人类的生产 会让整个经济体变得更大 这个为什么说 OpenAI Sam Ultimate会放狂言来说 以后 他们赚的钱 足够给所有人发地宝 就是这个意义 对 深得这个要领 整个经济将变得更加大 就前面我们看到了 这个ARK估计的 AI时代 或是前面任何三个革命 产生了2.5倍以上的 这个经济规模 然后结构上会更加盈利 科技公司将有巨大的机会 向所有人销售 急杀急用的 劳动力和资能 这很重要的 急杀急用 我们现在雇佣人 不是这样的 雇佣人力 你要培训 你要给他付工资 你要求劳保 你要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接下来 如果说都是机器人 和人工资能之后 你真的就是像买软件一样 我买回去就开始用了 其实本质化 就是本质上 就是像现在 分散且不一致的人类 劳动力给产品化 集中化 按虚化 然后软件化 或者叫SaaS化 对 我以后买任何东西 买任何生产东西 都是SaaS化的 对吧 以后你买自动驾驶 买Tesla车 其实现在我们 已经可以订阅了 我们FSD是 它那个FSD 现在还不能订阅 但是未来会出订阅版本 现在我们是测试版 所以说 开车这个事情 你还得自己来 它也可以让它给你开 接下来很快 比如说我们在 旧经营商那边打威猫 这一辆车自动运行 你呼叫它 就正好是完全 我们实现的这种 靠电能 靠人工智能 靠一辆可以自动开的车 来给你提供所有的服务 对吧 这个是这三个东西的代表性 因为 能源 智能和灵活性的成本 接近于零 会让我们的经济体变得更大 然后我们能赚更多钱 可以养活更多人 对 大概是这个逻辑 这是在前面的数字化之后的 我们为什么能做成这样 前面说我们的趋势是怎么样 现在是为什么 我们如何做成这样 因为是三个东西的变化 所以说 更廉价的能源 智能和机器人 然后还要加上 生物技术和新材料 将成为共同 将增加科技公司的总市场量 这里包括了那些 从来没有被大型 科技公司接触过的大型行业 比如说工业和农业 现在的科技公司都还没有进入到工业行业和农业 或者说我们传统的生产行业 Tesla算是一个了 Tesla算是进入到了造车行业 算是工业了 还有更重的 比如说Elon Musk的SpaceX 航空工业 还有很多什么农业 这种化工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硅谷的科技公司进入 然后这些科技公司会用比特来重塑原子 用软件 人工智能和更灵巧的机器人来降低 制造生产或者转移原子的成本 大概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说大型的这个行业很快 就会造就新的 新一轮的很有价值的公司 这是一个趋势 这是非常明显的趋势 我后面会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好了 这边会有一个词 这个词现在硅谷特别流行的 就是叫The Techno Industrial Revolution 可能是叫工业革命 但前面加上一个Techno 我们前面两次工业革命 都叫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新奇革命 然后现在这一轮革命 在人工智能之后的叫做科技工业革命 叫Techno的 就是技术驱动的 或者说我喜欢把它叫做先进制造 当然中国其实说了很多年了 先进制造 这一轮我们可以看看先进制造是什么 更像工业实在的巨头 产生的这一轮先进制造 它是由新的生产 新的机器人和新的软件技术 AI技术驱动的先进制造 这个里面最大代表性 是这一家公司 大家都知道 Tesla是吧 它是先进制造典范 它是世界上最能够低成本的 能够产生利润的量产 电动车的公司 对吧 它能够 它也在做储龙 现在也在做机器人 就零巧性 就软件再造硬件 看一下这个视频 现在它做的Optimus Gen2 第二代 二代应该是在去年12月份发布的 我们现在网上看到都是这个版本的机器人了 目前这两个月的进步会更快 走路会更快的 走路又提升了 包括手更灵巧了 这个还是12月份的视频 去年的 对它可以做人类几乎上所有的动作 包括你可以看他的手 包括握鸡蛋 手指的压力 是吧 有感知 OK 好吧 这个是Tesla的 这个Optimus 2 但最近这两天 因为这个机器人炒挺火的 这不少公司都发布了自己机器人产品 然后下面有两个图 一个是Andreo 这是一个很酷的军工企业 我特意拿来做例子 因为它的创始人很有名 Oculus 就是现在被Meta收购了 这个VR眼镜的这个公司创始人 Palmer 对 它做的这个企业呢 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国防供应商 他们会打以软件驱动的这种军事战争 是吧 会给整个联邦政府结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纳税 做非常便宜的武器 可以重复使用的 有点像无人机 有点像导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然后右边的这张图是一个这两天还刚刚发布的 确实上很火的一个视频 Extra Machiac 这个是一个电动火箭 对 它有燃料 但是它的电动的会做超级迷迷的这种推进引擎 可以用在近地轨道的载具上面去 它可以适用于用电机的方式来压缩空隙来产生这张旋转 我给大家可以放上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这看来是个无人机 实际上它是个导弹 它可以飞出去实行追踪任务 也可以实行监视任务 但是它追踪是有引擎的 它不是普通无人机 它是导弹和垂直降落混合器一体的这种迷离装置 这也是诞生于硅谷的军工企业 和之前就不一样了 而之前的国防工业不一样 超高运速巡航 那个螺旋翼的无人机飞不了这么快 可以做跟踪监视都可以做 嗯 包括拦截目标 如果没有击中 它会自动返航的 就节约也没导弹 嗯 对吧 written trace 嗯 可以扯持起降 特别像那个猎鹰火箭额可以扯持起降自动回收 我们可以看右边这个 这个特别小的迷离喷气式引擎正在点火 逻辑上就是通过微电子技术控制这个空气的角度 可以在不同的空气密度里面调节这个喷气力量 以实现超小型的火箭引擎 这也是来自于硅谷的企业 对 先进制造 3D达印技术 好 该演示两个 这个都和引擎相关 对吧 因为火箭嘛 火箭最高科技的 对 我特意跳了两个视频 一个是机器人 第二个是火箭 嗯 可控火箭 OK 第三个是这个Solution 它是一家利用软件和生物技术来取代传统的化学 就取代化工吧 我觉得化工很快就要被革命了 通过这种这样的生物科技来实现 或者合成生物这样的东西来实现 包括催化 煤化 催化反应 来实现这个这个化学和生物合成反应来代替化工 来实现低碳或者负碳的生产 它可以完全融合到我们城市里面去 来制造我们的化学品和工业产品 这是一家 这也是一家来自于硅谷的企业 不是硅谷 应该另外一个地方 对 对 一个一种一种新的公司 我举了几个例子 这个一个是工业嘛 第二个就是相对于化学工业 也有工业这样子的 对 这三个例子 对 这表示先进生产和先进制造 这个是由这一轮软件革命之后的AI之后驱动 这样叫做 比如说 或者叫做什么 Techno Industrial 就是技术驱动的工业 这是一个变革 正在美国发生 正在硅谷这边和包括东海岸西海这两边发生 OK 那么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到科技恒大 我们先看为什么科技公司会变得更大 就是因为他们会用这些技术来渗透到传统的工业市场里面去 然后会把整个市场的价值变高 就是一起把蛋糕做大 对 是这个意思 而且他们会有垄断性的技术 当然这个里面也有新的创新公司 后面两家都是创新公司 对 这个只是说科技恒大 在这个里面 那推动这个科技恒大有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最重要的变化 实际上是智变 智能时代 我们对 这个智变时代 我们现在的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超级周期 我没看了 我把这个图形式放第三遍 我们从最开始的工业革命开始放起的 包括信息革命 这张图是几个周期 从大型主机到PC 到网络 到桌面电脑 到无线互联网 到云计算 然后再到现在生存式的公司 我们正在进入第三个周期 实际上从2020年开始的 都是从疫情年开始的 只是说大家公众知道是从2022年底开始的 对 这里能变化最大的领跑者 大家也能知道微软和NVIDIA 还有Google OpenAI这些公司 对 我们正在进入这个周期 但这个周期什么时候往下走 并不知道 对 我感觉它会持续10年以上 OK 后面 好吧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如果大家可能之前没有听过我课的同学 我们可以快速回顾一下AI的进化史 这一轮AI是怎么进化的 我自己绘了一个非常简单清晰一懂的图 就是从这一轮神经网络的变化 基本上应该从2008年开始 2008、2009年开始的 内容变得开始的 所有的起因来自于 加拿大的Dr.Hinton 他这边的实验室做的神经网络 和他的算法 然后李飞飞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 做了Imagine 来实现的首次图像识别 CVE 就是Computer Vision 来读图超过的人类 差不多这个是在2010年到2011年左右实现的 然后后面就一发不可收视了 我们基本上就从传统的机器学习时代进入了神经网络时代 那个时候还叫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神经网络的早期时代 没有什么大模型这些东西 对 那个时候2012年到2018年 那么进入大模型时代是2019年 这个时候是在Google在2017年发布了全方法模型 几个非常重要跨时代的论文 然后之后 OpenAI就拿了这个技术 开始做GPT 从GPT1 GPT最后的T就是Transformer的意思 就是预训练的Transformer 他们一直走这个技术路线 但是Google期间还放弃这些路线 因为Google公司部门太多了 大公司病 然后OpenAI一条路走到黑 大地出了奇迹 从2019年到2022年 就是2019年时就发布了GPT3了 已经非常棒了 然后到2022年GPT3.5 之后就GPT4 我们能看到后面所有的奇迹的发生 所以说GNN转折点 就是在GPT发生的时候 我们大概公众都知道了这个时间 对 在2022年11月 然后转过后面 就是非常非常精彩的2023年 2023年就是大模型的爆发期 我们前面2022年 叫大模型的早期 技术模型得到了验证 科技巨头可以只用投钱 投人就好了 我们不用再去验证什么东西了 我们照这个方向走 这个方向对的 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走 一定可以有出路 所以说OpenAI给这个行业打了强行计 已确定了NVIDIA的GPU 是有非常有购买价值的 然后在后面就2023年 非常精彩的什么 Meta公司的Lama 开源模型 有GPT4 有Google的Bard 然后到年底改名成的JAMIN 然后有Mini Journey画图的Adobe的Filefly 还有Inflexion 这个自然语言聊天的 然后包括Anthropic的Cloud 然后还有X.AI 就是Elon Mask 然后在后面要打力 然后GPT4V可以看图的 然后一直到最新的 今年还有Mistro来自于法国的 这个是已经积升到前五了 全世界前五的这个模型公司了 对 我们现在处于大模型的爆发阶段 大规模训练 工程化 产品化 所以说这个时候叫 Scaleable 要让算力激增 所以说对GPU的需求 是非常强烈的需求 为什么NVIDIA会涨4到5倍 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OK 这个是AI进化史2023 我更新的一个版本 补了一个图 是吧 2024年2月份 SOLAR出现了 对 这个相当于是图像 应该还没有到 视频生成的 XGPG时刻 还早一点点 我们估计应该可能在下半年 或者明年的时候 看来更好的版本 但是这个已经非常厉害了 我们已经 已经惊叫大家下巴了 这个效果 对吧 SOLAR 那么这一次的AI革命 三个缺化剂 三个最主要的缺化剂 架构和算力 架构就是两个架构 如果大家 我们现在市面上 看起来 任何像魔法一样的AI技术 都来自于 全身分析和Diffusion 如果说它要第三个算法 也不存在 除非是在这个算法 实际上优化和改良的 现在还没有跳出这两个框架 大家记住就好了 我不用理解它的技术原理 这两个词就好了 转换器架构和图像溶解模型 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负责 任何数字相互转换的 任何数据 然后第二个是把任何数据 变成图像了 这两种东西 然后第三个就是算力了 我们在2010年之后 算力还是大爆发 有感谢GPU 这三个东西架构和算力的催化 导致AI的爆发 然后还有第四个 我特意总结了一下 AI的人才 网络催化 这一次所有AI人才都来自于Google 然后Google的最开始的发源地 就来自于它在加拿大成立的两个实验室 在分别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就是Google brand这两个地方 然后还有其他合并英国的一家公司 叫Deepmind 有Google这边是黄埔军校 他给这一轮的大模型的AI革命 输出了所有的人才 包括Open UI 有很多人是Open UI就聊到其他地方 对 去到了Facebook 去到了Ansopic 去到了Corehill 基本上这是一个马肥亚黑帮 从Google派生出来的黑帮 然后应该是Google实验室 和Dr.Hinton教授的学生 这个黑帮发源地 所有和这个帮派有关系的人 才能够做好现在的模型 包括现在中国这一轮的是吧 这个最好的一个叫蒙秀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最接近于这些 成熟大模型公司的一个团队了 对 因为他们来自于Google 或者至少有血缘关系 如果和这个团队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就根本做不了 所以说这个是人才网络的催化 对 非常重要的 这所有事情诞生在硅谷 从加拿大发起 然后诞生在硅谷 对 美国还是商业化的催化地 那么 我们怎么来类比这次革命呢 过去的可能30年40年 我们看到了个人电脑 包括手机时代 我们都在做的是更快的电脑 更快的电脑 更快的计算机 然后那个是软件1.0时代 所有软件都是人写的 就CPU加上软件 等于更快的计算机 一直到2020年 对吧 之后 或者是2010年之后 会有变化的 然后主要的产生的变化 是在GPU流行之后 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未来会做什么 未来我们将做更强大 大脑的 这个东西怎么组合呢 叫软件2.0 这个软件人 这个名字是Android Kapsic去的 对 他刚刚离开OpenAI 以前在 也是Docker Hinton的学生 后来被Elon Musk 当时挖去 从OpenAI挖走 去做Tesla的自动驾驶 就纯视觉自动驾驶 那里面大功了 整个FSD就是他 就是打的基础 然后现在去OpenAI 现在又离开了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现在一直 天天在推特上上课 对 然后人生理想可能当教授吧 然后现在这一轮的革命 我们需要是什么东西 需要的GPU算力 并行计算的算力 无尽的算力 无穷的算力 然后加上AI模型 这个模型 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模型 现在的大模型 或者专业模型 或者是更大规模的模型 然后把这两个加起来 它会组合成机系的大脑 就是机系之星 我在2023年 2022年底写了一篇文章 叫机系之星 在GPT 现在GPT出来之前 写了一篇文章 叫Hardwell的Brand 就是我们实际上 是在做大脑 就是在做大脑 包括未来的10年 20年30年 我们人类一直都会做这个事情 大脑只会有点强大 而且也会Brand 会Connected Brand 会形成老网 就是说我们可能到 下一个时代的时候 我们会形成老机网络 对就不是现在的互联网络 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互联网 包括把人类的大脑和他们联网 对 这个Nuralink加上AI 再加上高速互联网 会形成这样一个网络 我们可能未来三四年 会看到这个东西诞生 OK 这是未来我们在做的事情 这是趋势 我讲的都是趋势 软件20 然后以后那个时候 可能就要软件3.0了 那么所以说AI模型 是变革的核心 对啊 我们这张图是非常多 投资机构会用的图 所有投资机构都用这张图 现在我们怎么来看 这也是智能变革的一个架构 下面有什么数据中心 上面有云计算平台 这个针对移动时代 多了一层架构 叫做AI模型 因为移动时代有OS 操作系统 实际上AI模型就代替了操作系统 然后我们可以上面有PP 然后最终有中单用户 那么现在还处于战国时代 AI模型的 现在的手机操作系统 基本上就被IOS和Android一统天下了 再没有其他操作系统了 当然现在还处于战国时代 有非常非常多的模型 但是我觉得可能模型永远不会像操作系统那样 只有两家笼 因为它们更像云计小公司一样 它能力不一样用途不一样 对吧 这个会有很大区别 所谓的核心式模型 那么投资来说也要投模型 这个时候你去投其他东西会风险很高 对吧 模型是一个更确定的 更更确定性的东西 对 对于普通投资来说 你这会自然来看 那么AI会创造新的服务模式 这个叫做智能级服务 我们在云计算时代 或者说在PC时代 我们有很多服务 什么叫做info as a service 技术架构 然后平台 像现在阿里云 腾讯云 之前都提供的是平台级服务 然后现在好多软件公司 都提供的是SaaS 软件级服务 然后接下来 这些模型公司 他们在提供什么 IQ级服务 Intelligent 对不对 Intelligent级服务 这个下面它 Intelligent干三件事情 首先增强我们的能力 Argument 就是像编码 或者说是帮我们培聊 然后第二个在自动化 对 自动帮我们完成很多工作 然后第三个在Change 改变我们的交互方式 然后OpenAI 还有Change GPT GPTS 这样改变我们交互方式的三大变化 在这个智能时代 然后这里 看Yana Cohen 这个是Meta的首席 所以它其实一直是比较 比较比识 比较比识 用Transformer来搭 这个叫做AGI的 他说实现不了 我感觉也实现不了 但是至少现在Transformer模型 已经实现了超出它预期的能力 Transformer模型做出来的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复读机 并不是把所有的数据打算回放了 然后这种东西 实际上它有它自己的推理能力了 所以就像Sam Altman说的 所有的AI模型都要做一件事情 都要做一个 推理引擎 GPT5会是一个更强大的推理引擎 它的推理速度和推理能力 会超过人类 这是必然的 我们人类的推理能力是有限的 用大脑就是这么大 对 所以推理可能会超过人类 但是有些地方是超不过人类的 至少在现在架构下面 我觉得我们 我很期待GPT4.5 GPT5 在今年的某个时候诞生 对 这个是一个变化 智能及服务 那么AI将重新赋能技术架构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芯片和云计算 将会换来第二圈 对 因为之前有点在过去 已经像传统行业了 听上去芯片和云计算 但是有了AI之后 这两个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又具有投资价值了 特别像NVIDIA 是吧 它做GPU的 然后下面它的一套产业链的公司 采集电 再包括芯片之上的云计算公司 Google Amazon 还有什么 Oracle Microsoft 所有的云计算公司 都泛化心存了 所以说他们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 这也是确定性非常高的 我在一定程度上 我觉得这些平台的确定性 比模型还要高 所以说 大家可以很轻易的 从市场上投资到这样一些公司 对不对 这是第一基础架构 芯片和云计算 那么所以说AI对GPU的需求 才刚刚开始 虽然说现在VD的股价 已经涨上天了 虽然说大家里面有泡沫 大家也能接受它回调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大增长 这个是年对年对GPU的需求是30%到25%左右的增长 一直会增长到2026年 我觉得估计还有点保守 这个有赖于应用的爆发程度 还模型的增长速度 我觉得这个是2026年 每年36%的增长需求 连段年 OK 这个是刚需 刚需中的刚需 谁说我前面讲的所有逻辑 大家都能知道 对投资来说 什么是最有价值 现在看 对吧 那么对AI企业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是来自State of AI的一个报告 AI这个领域里面 AI企业软件 AI驱动的金融和AI健康 是投资额最大的 因为这个Enterprise是范围最多的 因为包括投资OpenAI 他们也算是企业软件的 对包括一些FinTech公司 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数据 在这个里面 投资量最高的是机器人行业 可以看到它排名第一的 它超过了企业软件 它超过了企业软件 对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得到 前面演示了 这为什么这个 这个机器人将会使这一轮AI革命 除了这个大约模型 和其他软件应用之外 最大的一个爆发点 我们可能会在2024年底 或者2025年 看到这一次爆发 对 包括看到了Tesla的Optimus的 这些革命 应该会在Wire3年 看到这个爆发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投资思路 OK 这个从过去一年的 这个投资规模来看 那么科技巨头 他们是如何通过资本 来控制AI模型公司的 首先这些模型公司 肯定都不孤单 他们后面已经放大款了 对 不然他们没有这么GPU 对不对 现在OpenAI 是吧 放了微软 大家都知道 然后Anthropeak 目前老二 这是OpenAI备胎 放了Google 还有AWS 然后后面Inflexion 叫NVIDIA 然后Cohere NVIDIA NVIDIA很奇怪 NVIDIA就没棒投 投不两个 后面都棒了 是吧 NVIDIA把后面都投了 对 后面这些模型公司 包括Hineface 这样的模型托管公司 还有视频模型生产公司 对 基本上我觉得 这一轮竞争很不一样 这一轮我觉得可能没有像移动时代 那些特别初创公司的成长机会了 就是说如果你赶快融资变成大模型公司 然后赶快棒大块 然后存集军备精彩的算力 然后马上把待机拉开 这个也是在智能时代精神方法 要不呢 你就永远保持公司规模比较小 然后盈利 然后打游击战 或者说打这个产品数量群的战斗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两种思路 否则你没法没法进入到这个时代里面来 在这个AI时代 这是一个通过投资 你投了几个前面的一排 你投了三个还是两个 三个 Open-Eye Anthropic Coher 对 Hugging Face正在找 对 正在找 快 后面可以介绍了 那么 在2024年将是大模型争霸之年 我把这图打开 这是Solar生成 生成了一段赛车图 这比现在目前上除了Open-Eye之外的视频公司生成的太好了 对对对对 可以生成60秒中的任意视频 我把它停一下 OK 这个将是大模型的争霸之年 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是Open-Eye 目前最理想的五家公司 Open-Eye是No.1 然后呢 现在Jemiline和Anthropic 看起来不分上下 对吧 然后Open-Eye可能会在今年发4.5或者5 对 这个Jemiline已经发到1.5了 可能今年会出2 而且它开源了 就是Gamma 这样一个 它同时做必然开源模型 Anthropic 今年应该会发Cloud3 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推进行出来 Cloud3 然后呢Lama已经宣布了 应该会在剧透了 剧透了 会在今年7月份发Lama3 来自于Meta的Facebook Lama3 最好的开源模型应该是 然后呢 这这一两个月很火爆的Mistro 来自于法国的 当然这也来 这个创始人也是从北美回去了 一个法国人 对 在巴黎就做了一家 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公司 它做开源 现在也必然了 它有一个超大模型的版本 目前实测效果应该好像还超过了Anthropic 对 仅次于这个GPG4了 这个 现在的竞争非常厉烈 对 这是5家 5家2024年 就看他们表演了 然后剩下呢 可能就没他们靠谱了 就是代差有点大 对 OK 这2024年的 我这边的角度 我们关注头部的公司 关注最好的模型公司 你就能够看清楚整个 这个 AI发展的状态 这个就 还是开 不用再看了 对吧 再放一点 虚拟的 好吧 OK 我们就讲第4个环节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 50分钟 讲了50分钟 我这一次分享是90分钟 还要40分钟 尽量快一点 美股的趋势投资 我重点分享一下 从现在开始来看 到2030年 未来4年 这里都是我的个人意见 然后这个里面 在这一小节里面 我没有推荐任何公司 对 我通常我一般不会推荐公司 但是在我个人的投资建议 我会推荐公司 在这里趋势分享 我不推荐公司 我只讲趋势 这里有个非常复杂的图 其实这个图很容易读 很容易读得懂 然后我备注了一下 这是美国资本市场 从1999年 就是上第一次互联网泡沫之后 你知道现在的 不同资产组合的长期的 year-to-day 就是年化增长 年度增长 每年的回报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有不同类型的 不同类型的 这个里面紫色的 是大家最熟悉的 因为很多我们这里面 很多人都做风投的 做venture capital的 这us venture 从2013年之后 基本上 它的回报都是最高的 除了有两年 2016年是有经济会计 2022年也是加息 对 然后所谓的 它就是回报最好的 这也印证了为什么 无线移动互联网时代 就是带来了 VCD的极大红利给美国 给美国 然后现在也是的 现在也是AI时代 对 然后我们能看到另外一部分的 large 就是墨绿色的图 也是从2015年之后 他们登榜的时间也变多了 就基本上就是由他们 和spocap和cash 因为他们不会那么很大 它不会有风险 风头那么高的回报 但是他们就让大型科技公司 它的回报 也是非常棒的 只要在经济好的时候 没有加息 或者没有经济会计的时候 它永远回报是最好的 所以说干风头就赚钱 然后第二个就是 投资大型科技公司就赚钱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比例来看 所以也是从2013年 15年之后开始的 所以2015年是很神奇的年份 我们进入到这个科技驱动的年份 对 包括市值公司 也被这些公司给占领了 然后剩下就是小型公司 然后我们能看到 在1999年之后 那些还曾经能够排到前面去的 这些什么 index fund 固定收入资产 包括这些什么地产 都没有看不到中影的 现在在北美 在美国已经看不到中影的 美国已经完全不在这个时代了 美国已经从2015年之后 已经进入了全科技时代了 对 上面只有风头和大型科技公司 才有最好的回报 对啊 从这个资产表来看 我们能看到美国的变化 对 可能其他的国家和欧盟不是这样子的 但极仅只是美国是这样子的 1999年到2023年 风险资本的回报是逐连提高 大市值公司横强 以后只会越来越下 2023年最大的概念就是 美国大科技强劲复苏 然后小科技公司还在随时挣扎 是吧 大家为什么会复苏呢 因为AIA嘛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开源解流 大家都裁员了嘛 裁员财务报表就好看了 然后呢 还有大量的股票回购 叫Meta 基本上把股票给买回来了 对 然后我们看得到这些没有盈利的科技公司很惨了 现在还在地板上 但是呢 Mega7已经完全复苏了 到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创到历史新高了 很多公司了 对 Reformer恢复的公司其实还不错 对 但是它还是没有Mega7厉害 这是2023年 美国科技公司的强劲复苏 因为AI驱动的 2022年是因为加息嘛 一个大的reset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reset 美股的神奇支出就是 在核次的时候一定会有个reset 让所有的资产价格回归均值 然后我们大家又有一个很好的买入点 所以2022年是大家想致富 就要在2022年这个技术上去买股票 对 很快我们就能够赚100%或者150%了 这一年的时间 OK 这是一个2022年的一个变化 然后这边一个图会比较小 我大概快速分享一下 这个三个图我觉得很精彩 对 回头我把PPT给分享给大家 三个图会讲什么事情 一个是150年以来的 SP500的一个回报 我们基本上能看到 年化回报为证述的年份更多 对吧 而且越往后面走越多 对 越往最近的年代表示 美联储和美国的金融越来越健康了 美国的金融控制 而且美国经济确实越来越好 这是第一个 是第一个SP500的回报 人看得到 而且大型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 它的下跌的幅度就没那么大了 里面最惨的都是 20108年很惨 次贷危机 然后就是大萧条了 然后再没有比它更惨的了 然后最惨的是2022年 就是大家西 大通胀和大家西 现在还很高 这个还非常高 所以就是三次 我们印象老海印象很深刻 然后上海就没有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回调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而且科技股还会在涨 那么第二个 2024年底的财报里面 这个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出来的 这些财报里面 所有的CEO都提及的词汇是什么 这个里面分成成成长型公司 和非常长型公司 就是大公司和小公司 就基本上那么多 能够提到的这个词是 我们看得到 对都是科技词汇 基本上是科技词汇 除了中东战争之外 然后实际上都是什么3D打印 Digital Twin AI GPU NVIDIA 什么 TGPT 包括工业自动化 这些东西 对 我们看到这圈出来的词汇 AI技术架构 甚至的AI 对 美国任何一个公司 财报里面 CEO 都要提 所以我觉得再过10年 所有的公司都可以叫科技公司了 OK 所以画了一下 好吧 好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SP500的今年预测 这个看来就好了 对 今年最悲观的预测是4200点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 平均预测4900点现在已经到了 然后乐观预测是5400点 OK 但是股市是没法预测的 没法预测的 这预测特别不靠谱 来看看就好了 对 所以我对今年还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我们还有一次降息 但是降息可能会有一些下跌 今年 但是这个很正常 今年下半年大科技公司可能涨不动了 但是后面还要好多小科技公司会上涨的 因为降息他们的利润率就会起来 对 因为现在利息太高了 OK 那么AI是吧 这个图很明目 这个图很明目 通过这个Promp生成的AI carrying the market 是吧 黄老板一个人 对 拉起了独角兽门 拉起了宏观经济 和拉起了科技股的固执 是吧 是吧 做了气球 把这些东西拉起来的 然后后面跟大家找了一个更搞笑的图 是我自己批的一个图 对 这边图是我自己批的 之前发推特的 The face of Intel US economy 黄老板一个人扛起了美国经济 NVIDIA一个人扛起了美国经济 只手的 基本上就NVIDIA一家 AI 支撑起了2023年的美国科技复苏 对 这一个人 这两个命用图 比较像我放这儿 大家娱乐一下 好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补充 在趋势 这是一个趋势 AI和自动化 我把自动化单独给摘出来了 这个也是来自于Arc Big Idea 2024年的报告 它把自动化单独加出来了 因为这个里面自动化涉及到了很多工业 生产制造 因为大部分AI都纯素质化 它是软件 但是持着自己的工业之后 那就会有制造了 因为一旦变成制造了 就是移动原子的马会非常困难 所以说Hardwell is hard 硬件真的很难 但是像Tesla这样的公司 Elon Musk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 硅谷还有一群这样的人 他的后辈 正在把挑战人类的极限难度 改造原子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里面会有两大Adaptive的 就是可四倍型的机器人 还有一个自动化的移动 就是说机器人和自动驾驶 他们会在2023年到2030年 会产生真正的现实世界AIE 改变经济的东西 就是自动化生产 自动化服务和自动化驾驶 偶尔其实大家如果在 专心山或者湾区 美国那边做一下Waymo 其实已经感觉到 这个时代已经到了 Waymo非常好体验 对 如果大家这个时候 如果在不是说NVIDIA 很快要开GTC了吗 再去美国的时候 可以体验一下Waymo 非常棒的 这个体验 但是我个人觉得Tesla 应该它的FSD12 或者在下一个版本 应该很快的超过Waymo了 对 这个体验的 而且它是不需要 这种高清地图的 这是AI和自动化 成为4X10年主旋力 并且AI会让GDP 这是对GDP的贡献 对GDP的贡献 AI会拉动GDP 它会做大蛋糕 它会做大蛋糕 它会把整个经济规模提大 其实130左右 对 在2030年 就是我们 我们为什么美国 我觉得我举个例子 美国有个特点 美国每次都能够 国运不错 对 每碰到困难的时候 就是把债 发债发到不行的时候 总会有一次科技革命 救它一次 科技革命一发生 就通过科技的变现 科技革命就会把市场蛋糕做大 然后它就能够还掉政府欠的钱 对 现在就是美国发了天量的债之后 现在AI更变革发生了 而且这次变革会意义深远 我觉得美国这次又踏上狗属运了 对 他们又踏上狗属运了 所以这一次AI会帮他们还债的 那么AI将驱动机器人产业 怎么看这个里面分的更细一点 这也来自于ARK的图 他把整个产业分成了结构化环境 和非结构化环境 就是说非结构化环境 就是像在路上跑的 是吧 自动驾驶的车 还有特别是人型机器人 人类社会是最难预测的 是吧 但是有很多结构环境 比如说仓库里面 什么家电这些东西 传统的工业机器人 他们是在固定位置生产使用的 会更简单 然后还有一个是非结构环境 不是军事用途的 对 他在战场里面使用的会非常难预测的 对 然后军事的都会非常贵 然后人型的会越来越便宜 这个图我们能看到 不同的公司在什么地方布局 是吧 什么地方价值更大 对 我觉得产生更高价值的东西 一定是民用的 对吧 然后一定是在非结构化里面的 能够量产的 所以说 什么消费的这个Jong 是吧 然后人型机器人 这些东西 一定是最大的市场 还包括了这个自动驾驶的车 因为它横跨了这个 它价格高 价格 车肯定比机器人贵 你看到 这个能够大家来评估 未来五年左右的这个机器人产业 怎么投资 那么所以说 AAI除了在驱动机器人之外 它还会驱动很多行业 这个图我之前用过 因为这是来自于2023年的一张图 我觉得特别好 它会驱动特别很多行业 除了机器人之外 它会驱动智能设备 会驱动这个包括这个什么自动驾驶 高级的电池人员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小型的电驱动的 或者电控的火箭引擎 它也是通过AI控制的 最牛逼的它还控制 AI能够控制核聚变的托卡马斯环 是吧 那个那个磁约束环 它也通过AI控制的 对 这个 而且包括这个生物的制药 包括这个对于这个怎么叫做 叫做纳米科技的一些控制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智能合约里面的AI检测 安全性 可变成的生物 这些都是AI会设计 AI基本上 它这个催化机会触定到这一轮变革的全行业 全行业触定 那么这张图我补了一下 这个图我觉得比较有意义 这是我个人理解 它不一定准确 因为任何事情都有时间先后损取 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够很乐观的看很多事情会马上发生 我把这个从现在以AI催化把它分成了上下两个界面 第一个是原子世界 下面是数字世界 然后拉了一个横轴 横轴是从现在到2035年 2034年 10年之后 这个里面最先走的是什么 肯定是AI催化企业应用 我们看到的enterprise投资是吧 然后它是最快的 因为企业应用更容易部署 然后剩下就推动个人数字娱乐 大家的生产创造工具 我们能看到TikTok里面 这种AI生成的人 就是人类最终会成为AI的娱乐工具的 就是AI会帮人类生产 填充人类精神消费的粮食 我们都是 都是鲜料 对他们来说 对 数字娱乐升级 然后上面 就是可能紧跟着就要实现 自动化 就是自动驾驶和机器人 我觉得快突破了 快突破了 会很快的 2026年或者2027年 对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苹果发布的空间计算 我用过 用过微星Pro 我觉得这个设备非常好 只是让我们看到了未来 它需要普及 还需要时间 我感觉 它的下一个版本估计会在2026 或者2027年推出 至少要等待微星Pro第三代之后 我估计 想让大众用起来 至少在2028年之后了 它要是4年之后 对 这个还早 我们现在可以买一台体验未来 对 买一台体验未来 然后再往后面 上面就是先进制造 我们看到电子化的制造 AF 做个3D打印 他们在用在很多高端的制造里面 包括人工组织 什么火箭引擎 机器人的部件 现在都是靠先进制造和打印的 包括Tesla的一体式冲压 是吧 这种生产 都是这种打印的 所以说Tesla的工厂 最大的特点 先进制造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把供应链缩短 美国现在叫做柔性供应链 不需要全球供应的 我把原料送进厂里面 出来就是产品 对 它把供应链路性缩到最短 对 一共送原料 然后基本上 我这边能打印就打印 我能压缩 我能够减少结构 不需要全球化供应的 我只需要全球化采矿就好了 全球采矿 然后一个地方生产 对吧 这个就像做芯片一样 但是芯片 也有很多供应商要买铜 所以先进制造就有这个特点 这个对于现在美国的全球 我前面讲到了 AI Cold War 还有美国的叫做芯片与科学法案 还有美国的新的创新法案里面 都有非常非常多 关于这种先进制造 产业链转移的一些计划 而且这个是国会两党通过的计划 美国会持续10年 20年执行这个方案 所以说我觉得 对亚洲的很多国家 包括对中国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先进制造 如果它起来之后 我们待会它做产品 整个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就全变了 以后我们真的只能生产低端产品了 对 然后再往后面 这个合成生物化工 我们看到了刚才那个 这个合成生物的工厂 就新的化工 生物化工工厂 然后再往后面 下面就能看到老机接口 我们看到Nuralink 是吧 Nuralink Nuralink它有两个时代 第一个是Bling 然后第二个是AI接上大脑 对 AI接上大脑之后 我觉得之后才会有真正的AGI诞生 AGI还需要时间 不会那么快的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数字世界里面 低轨道通讯成熟 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现在在用 我在用Starlink 非常爽的感觉 放在家里 这个全球无死角的高速互联网 对 这个我觉得 Starlink 包括这个Amazon的 这个Blue Origin 它也在做这个事情 而且好多美国 还有创业公司做这个事情 低轨道的这种火箭发射 通讯设备 还有接拨手机的 我觉得这个 会把高速互联网 带到全球无死角通讯 对 这个应该会在未来五年 或者十年左右会普及 然后呢 有了老机接口和空间计算之后 我们会迎来新的 真正的下一代娱乐 结合老机接口的沉浸式体验娱乐 对吧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Cyberpunk里面的 2077里面的超梦 就要实现了 我觉得不用到2077年 我觉得2034年就能实现了 十年之后 然后那个时候呢 生物和物理学会通过AGI来突破 一旦这两个突破之后 我们就人类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时代 就纳米和分子科技时代 我们能改造自己延长寿命 对吧 我们可以自己合成生物 我们能够制造真正的分子级别生产 对 这个有待有待AGI诞生 所以说那个是下一个十年之后的故事 这个里面有一个完整的这个视频 Doctor那个谁 有一个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日本的科学家 分享了一个五分钟的视频 我发到我的视频号里面 我大家可以听一下他的分享 我是参照了他这个思路改过的图 我觉得基本上会和他的这个预测会吻合 而且我给这个路线做了一个时间线 那么现在应该投什么 特别是股市上应该投什么 其实大家就很清楚了 有的东西很概念 有的东西可以马上就投 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 OK 这个是我总结了 我们对于美国或者美国科技 或者美股的趋势的一个投资 这个里面不光是美股 还包括美国很多一级市场的创业公司 在做的事情 包括我前面演示的那些公司在做的事情 好吧 好 这边放张图 这个时候要意思 我在上个月的这个月末分享会上面 我放出来 这个叫做一个美国乐观主义者 美国乐观主义者 这个是在硅谷特别流行的一种想法 他们能感觉到美国科技正在复兴 就像新一轮的文艺复兴一样 所以做了这样的视频出来 好吧 大家看看 就渲染一下气氛 对我前面讲那么的科技的东西 大家做了一个比较有情绪的视频 给大家演示一下未来的高科技 大概就是这样也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思潮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看到很多思潮的涌现 这个就是一个思潮 因为至少是从这一轮科技革命 不管是AI还是先进制造 都来自于硅谷 包括德州 就是西部 西部 很多报道来看 包括推特对吧 能看到这些精神的诞生 那么最后一点 分享一下个人投资性责 差不多了 你分享了 我争取还有十多分钟 这个里面 时间不控制可以往后远 你远一点时间不要 OK 我尽量所思 尽量所思 这个人投资性责 怎么说呢 对 首先说一下个人投资表现 对 2023年全球资产类别的回报 这个格同会发达 我好像去年年底有发过一次图 回报最好的就是比特币 现在更好了 这还是现在应该到200%了 对快200了 对 过过6万了 对 然后然后日金标普 这都很棒的 然后黄金 然后基本上能看到 回报很差 就是恒生指数是吧 互生对吧 中国怎么说 对对比美股确实差很多了 然后我对比了一下 聚焦资产 这是我其中自己的一个户头 我的美股中期交易户头 就像那些短线户头了 我的year to date的回报 基本上 因为这个户头就买了聚焦 我这个户头主要做两个东西 一个是芯片 一个是叫做芯片的 因为我觉得NVIDIA的回归 就是一个芯片三倍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coinbase 因为我也我比较保守 我没有买那么特别狂野的公司 对 coinbase算是比较平稳的 对 就是这两个股票的回报 正好跟比特币一样 可能比大家好一点点 差不多 对 就是一年的回报就是154% 这个一年左右的回报 从去年的2月28号到今年的2月27号 这是其中一个户头的两个账号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再反思一下 对 再反思一下投资策略 我觉得这个不能总夸自己 对 我们得说一下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有些错误 对 我在2021年1月份的时候 我写过第一篇博客 10年没写博客了 就写了2020美股投资报告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 对 就趋势投资 就是用一些一级市场方式来看二级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被ARKK洗脑了 对吧 ARKK它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单独的 只做这个早期公司的基金也没问题 但是你个人智商不能这样说吧 对 所以说你不能够沿用一级市场策略来看二级 因为这个会死很惨的 你看看这个图就是了 ARKK就是用一级市场策略在做二级 就很多人说木特杰 就是老子有问题 老子坏了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们的分析报告确实做得好 他们真的是在用做一级市场 长线的方式在看二级 但是呢 二级市场是一个 就不是一级市场 因为它流动形态好了 流动形态好了 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交易者 对 交易嘛 对 交易呢 这个就是情绪 就是FOMO和投机 对吧 还有宏观经济 对吧 所有东西都规规到三个上面去 对吧 你在一级市场上面 基本上情绪很难反映 他们流动性很差 那么对二级市场 这个吵的人很多 所以说FOMO情绪很重 那么这个里面呢 你必须得参照宏观经济的影响 来重新分配你的资产布局 这个是我的一个失误啊 所以导致2022年的跌的比较长 跌了快40% 对吧 但是2023年 我的组账号回选了90% 然后短线账号回选了快160 是吧 这个基本上回来还断了很多 对 这个紧急调仓嘛 紧急补救了一下 对 因为之前有很多惯性思维 还有一个 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那么喜欢交易的人 所以说有时候懒得打理股票 但是呢 这个选仓和布置很重要 就是我得有一个策略 知道我这个时候要卖什么股票 和买什么股票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认知提升 就是在有的时候呢 就是概念很多 概念会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很酷的概念 什么3D打印啊 什么生物科技啊 对 除了这个mRNA疫苗 真的是产的效果之外 其他的生物科技公司 他们都还在亏本 对不对 这个概念讲得很好 所以说 我们不可能去追随 所有的热点科技概念 所以说我后面画了一张图 这些科技的实施需要时间点的 它可能会在未来的什么时候 产生经济效应 但是现在的时候 它永远的只是概念 我们可能可以用一级市场的方式 去慢慢的投资他们 慢慢的投资他们 但是二级市场上面 如果说情绪来了 是吧 焦点来了 你炒作一下就好了 然后赶紧走 这个是我自己的认知提升 之前有时候 其实是拿太久了 对 容易容易摔得很重 这是一个反思 所以第三个就是选择和重仓 然后之前可能就是真的把自己当基金 我会选择好的股票 买了十几只二十只股票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对于个人来说 其实没必要这样 对 个人可能会重仓一些更好 因为现在其实美股上面更清晰的 大的科技公司 就是科技很大 是吧 这个科技巨头 Mega3很大 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高成长型的公司 它会成长很快 这个时候你能够重仓一下就够了 就避免喷散 你的回报会更好 但是这个也有风险 你会重创错误 会失得很惨 但是这个东西 觉得说要和认知和聚焦同时提升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总结 就是我 如果大家看我在2022年的报告 可能这些问题都没提到 如果我再写一篇 我就会把这些问题写进去了 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再写一篇 对 分享一下就好了 OK 这是我自己的策略 一些反思 然后第三个 这是非常个人的一些东西 对 我觉得这是 今天真的是 我觉得三部邀请了好的朋友 还有他们的LP 而且还有一些大部分的朋友 来自于Indigo的 这个直播群 是吧 我好久没开直播客了 就很对不起大家 所以我就把这个个人职商的策略 给分享一下 对 我现在 这个是个人职商怎么辞的呢 大部分的这个资产 就是投资资产 是可投资资产 不是房产那东西 美股二级是最多的 因为它是最灵活 流动性最好的 我们一定要把最多的资产 放在流动性最好的市场上面 是进口供退格手 然后加密货币也是流动性很好的 对吧 所以说但是加密货币风险更高 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投资者 我的加密货币里面就是比特币为主 然后以太为辅 然后其他的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在美股二级里面 实际上我也改改编了一些策略 我之前都全长期的 但是现在中短期是很必要的 因为市场变化很快 所以说我也分配了20% 但主要用杠杆ETF来做 会有时候回报会很猛的 对这个里面 但是我不做期权 因为期权我没有时间做 没时间 对而且有时候会忘了 我经常忘记交易了 所以说我 我觉得我个人比较擅长 也选公司和看行业 然后大的范围的进入进出点 我看的比较准 但是短期交易 我需要的帮忙 所以说我后面会给他分享一下 我们会组成一个交易团队 会更好一些 那么80%都在科技的上期仓位 20%是短期的 中短期的 然后这里面在2023年 就做了一件事情 2022年就开始了 就投了科技一级 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投资的 而且对于美国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非常大 特别是AI的 然后我和温哥华这边的朋友 我们通过一个基金 HPV基金投了SpaceX 也是这个Brilliant Phonics做的 他们的HPV基金 我们参与了SpaceX的投资 然后同时我们在2023年 也做了一支基金 我通过这个基金 投了OpenAI Cohill和Anthropic 就是刚刚三木问的 我们怎么投美股一级市场 通过我们基金可以投 对我们会帮大家去 调美股市上面最好的AI公司 投步的 这美股科技一级 特质独角兽和头部公司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 那基金大概有机会参加 因为我是可以参加 这个科技一级的基金 规模不大 好 好 OK 对 然后最后个人负化 我觉得AI早期的项目 我们乱投也不好 我就个人做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 相当于Venture Studio 这样的Holiday 我们自己也负化一个产品 反正这里有人用过了 叫Memo 会详细介绍一下 所以说我就分成了这几种方式 来针对科技变革 以用这四种方式来应对科技变革 你不要被时代淘汰掉 不然你再过五年回来看 怎么好像别人都参与了 我们自己都没参与一样 这个很不合适 对吧 而且一定要参与美股市场 其他的国家都不靠 你必须是在美股上面 对 因为科技公司都在这里 我们能看到人才网络也在这里 它有聚集效应 人才是有聚集效应的 人才就跟黑帮网络一样 我们前面看到了这一轮AI革命的图 是吧 前面它是一个催化剂 都来自于Google 对吧 来自于Google 结果Google现在混得这么惨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其实Google也不惨 Google只是说组织太大了 搭公司并没办法 这是个人的时尚设论 OK 那么后面我再说一下 透露一下美股里面的TOP 这个是其中一个仓位的 就是我截了个图 NVIDIA涨成第一位了 本来还是本来TESLA第一位了 结果TESLA跌成第二位了 NVIDIA涨成第一位了 这是在去年 去年一整年的一个变化 然后什么Shopify 涨了很多的 涨了百分之八十几 然后Google也不错 百分之五十几 然后百分之六十几 对 NVIDIA最厉害 百分之二两百多 对 百分之两百三 对 整体的仓位的 但是就TESLA跌了 对 但是TESLA 其实之前还不错的 但是现在今年全年的美股 还处于高息状态 高息状态 整个EB销售就会疲软 对吧 因为竞争很残酷 它不停的降价 不降价打不过中国公司 对吧 这个中国公司实在是太卷了 卷到都没利润 你要卷到头部血流 所以说 大规模生产 不要跟中国硬杠 杠不过 最终转成谁都没利润 其实大家得谁都不好 我觉得TESLA后面的机会 在于它的FSD 我们能够肉眼可见的在成熟 而且它的机器人 还有它的能源 电能 电网 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加速 我自己在盖房子 我都亲身体验了 我装了Starlink 我订购了TESLA的Powerwall 家用电池 就是挂在家里当充电机用的 也可以接上太阳能电板的 对 我全线体验它的产品 我才能觉得这个公司 属于什么状态 我亲身体验 对 然后这是我的磁仓 对 现在的磁仓 可能这个存个人建议 对 存个人 然后这里面我个人推荐的 就是这里面有了有磁仓 有了磁仓过 有了没有磁仓 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 AA公司中的实力派 上面第一梯队 我把微软的 微软其实是比较复杂 微软其实也是第一梯队的 对 但是微软 他OpenNI和他的这个关系 若紧若离 对吧 很奇妙 对 但剩下的其实都是自己的 亲吻儿子 对吧 都是自己的 NVIDIA 对吧 这大主 现在是 然后Tesla 自己全部可供 然后终点的未来的叙事 就是自动驾驶的机器人 还有他的XDOT AI 然后Google都自己的 Diffman 的收购的 Antropical是他投资的 对吧 然后全占AI 还有还有最大的 DPU架构 云 对 我觉得Google的实力 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 他可以用 极低的成本 据说现在内部 投资的消息 要跟OpenNI打价格战 对 他要比OpenNI便宜10倍 对 这个是Google定的指标 所以他的云计算 他的TPU 会是他极大的优势 对 这个Google 不要小看他的 然后这剩下就是Meta Meta实际上走的是苹果一样的路线 他们的AI技术都会用在 用在虚拟现实和元宇宙上面 对 然后Meta 但是他在通过开源 走得更快一些 苹果你是看不到的 他也不会开源 但苹果公司 应该会在今年6月份 宣布他的新的iOS 18 然后iPhone16 类似这样的一些产品系列 然后会极大程度的集成AI 他已经停止造车了 已经官宣了 已经通过Bloomberg官宣了 对 然后还有一块 我们觉得不能复事 就是创意产业 Adobe Adobe其实 他很低调 对 现在他以 他用极快的速度 在全线产品集成AI 我用他的产品线 他的那个creative shoe 我觉得还是不错 我觉得还是不错 他真的是可用了 对 所以说 这是巨头 这是巨头 这是我推荐的这些公司 然后另外 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对 正好也说一下 就是现在 我前面讲到的 我自己怎么安排的 我四种投资的 然后现在我就 扩放的了几个事情 对 一个是 中间这个 我刚刚讲到的 我们可以投 北美一级市场的 AI独角兽 这是文革华的公司 是一家文革华本土企业 我们募美金 10万美金就可以参与了 大家可以投 我们北美的AI公司 投一级市场 投一级市场 然后第二个 就是在左边的安城 就是刚刚做好 我们有合规的人民币促进通道 也是大会 大会 这个三部会跟大家分享的 下面一场 安城 相当于是我这边 给他们来做执行策略 和相当于分析师 或者叫做策略执行人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专业的交易团在上海 然后三部这边 他们会有专业的法副团队 来保存大家所有的 出入金资金的安全 对 以及合规 合规最重要的 再到这个资金出来之后 有些会直接投美股 美股二级市场 这个是我们正在做的 第二件事情 然后第三个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 我去年年中开始做的 就是Holiday 在那边做了一个Venture Studio 我们在自己孵化产品 就像孵化的第一个产品 叫做Memo 因为对AI来说 我并不想直接去投 小型的AI公司 我们还不如就自己做了 对 因为保自己做的最好了 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些模型 你亲身上手 才有感觉 才知道我怎么去投模型公司 然后同时 我们保存小型的孵化器 我们可以保证团队规模小 然后我们可以快速转型 可以快速去孵化新产品 然后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操作方式 但是Holiday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一种 可以融资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欢迎大家参与 这个还在设计之中 当然等我们第一款产品发布了 我们会来做一些说明 Holiday 就是一个Venture Studio的形式 让大家参与了早期的 大家可以先体验过产品 然后来决定是否需要投资 OK 好 这是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Memo的小的宣传 应该刚刚准备好的一个预告片 对 我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研究助理 或者一个外劳 帮你掐数这个知识处理的 各种会议小本 都可以给你听 自动的 还有包括各种结构的分析 输出 各种形式类型都可以 比如它去Paper Totory 对 还可以标记 然后来做研究使用 然后这些所有的内容 都会存在外脑里面去 然后来training自己的 这个Memo的 这个AI 让它更了解 还可以做生成的搜索 可以做研究 还可以帮你生成报告 这个后面的功能 现在版本还没有 自动生成 也可以互联网 搜索 自动的 OK 这是这样一个产品 对 大家如果想用 可以发表建构 曾经使用就好了 我们还没有正式都要开放 估计三月底开放 现在还是内测阶段 OK 那最后结束语 就是我基本上 我分享了 很准时到 分享90分钟 然后这结束语 用了 William Gibson的 一句名言 这个名言翻译成中文 就是 未来以来 只是分布不均 非常有名的这句话 来自于他90年代的 一本 一个访谈 就是未来 其实已经到来了 只是分布不均匀而已 有的人敢看到了 有的人没看到 所以说我们要做 先看到未来的一部分人 然后提前 抓住未来 这个是我们Holiday 团队小朋友 用Mini Journey和Runway 生成的一段视频 全AI生成的 全AI生成的 对 我觉得特别 能够渲染气氛的 所以我放在 今天分享最后 我们用的logo 就是这个门 叫做Logity Gate 知识之门 到Logity Gate 去哪里面小MIMO 这是今天分享的封面 我说最后揭开谜底 所以有点电影的感觉 好吧 那就今天就分享到这儿